现在比赛马上开始了 发球是波尔 直拍横打的一个打法 当然马林的技术也非常 采取的这个攻势就非常强 这说明他们两个人已经是老对手了 他的一个打法 马林是右手 前面的好处是左手 重新调整 他从压点奥运会以后 这个还包括到全运会的一些 失误和挫折 这个就有点争议的这个球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场外的支持率 VP的关键 一天训练当中能够 应该说是没有用的 重要的 前三板的控制球方面 我们看到马林的 你也别想打我 被对方呢就是上手 不是说我发球发到哪儿 他的脑子里边应该说 就已经想到了第三 哎呀 两个机会球 那些鱼威啊 总体上给波尔的心理压力 他是蛮大的 嗯 他因为反手还有这个 纸板防挡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键时候说他保守 实际上是不是保守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 在10比9的时候发一个短球 发到波尔的反手短球 紧接着下来他基本上是 看选手马林特别是他的 反手横 最较强的 到底是谁 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应该说还是这个 呃 王立琴跟马林 综合实力比较强 一点都不下风 并且还是 从控制球上手到这个 防守波尔对他 带来的应该说不是技 很多时候的看到马林呢 这表情太多以后 反而倒给对方 不让对方看见就最好了 票选将会决定 选将会成为最有价值球员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 基本上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之后再搬出台 不出台的这种球的上手上面 但是呢他就直接可以冲这个球 他不是拉高掉 控制波尔的中路短球 把波尔呢有些沉 他好像砖块一样 把自己信心一点点的 一块一块给增 在这种情况下 马林的这个心理状态 在这个时候 呃可能会出现的就是 马林的思想上会说 马林那么肯定 是 是 比较刻苦的 基本功的训练 这球你没有 这是合理对吧 这样的球 是比四线的马林领先 之后上场 中国明星辈呢 现在正在面与 国际大集队的延 非常好 嗯 好 不是不会他整个的根本就不不用 所以这马林呢 过 比 上面 其战术上面没有很好的办法 如果说你的特长被 应该讲 马林 不太怕 多赢这样的分数的话呢 再形成箱子球也不 你看 多这个 呃就是 业余的 或者什么被对方 防过来呢 你就是说你光想到自己 没有想到对方 哦 这个 多点都处理不好 他没有时间去考虑 因为他整个的马林 应该占尽绝对的优势 轻松的心态 这么好的精神状态 我想 可能是跟今天早晨这个 这就是卡了 对他来讲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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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看一看看一看 裁判提前举手了 这个球不应该算 对 哇 所以马林非常 哈哈 没有关系 这种比赛做一种锻炼 对 这是一个裁判的水平问题 但是你一旦举手了 在这个 球运行的过程当中 裁判的水平问题 但一举手就应该暂停 就 就 无效 好球 好 好 那马林拿下了这一局比赛之后 现在是3比1 这样的话呢 波尔是失去了他累 我 我